北京时间1月9日 根据名记查拉尼亚的报道 绝京计划用10天合同签下考新斯 考新斯本赛季曾为雄鹿效力 但是此前被裁掉 重新成为了自由球员 绝京主帅马龙曾经在国王和考新斯共事 这次两人再次联手 考新斯本赛季为雄鹿打了17场比赛 场均得到9.1分5.8篮板 他的总体表现还是很高效的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11月考新斯还没有回到联盟的时候 马龙曾经力挺考新斯 我曾在国王指教过考新斯 他现在居然已经不再联盟了 这真的太疯狂了 考新斯是一位非常非常有天赋的球员 当时的考新斯一度考虑前往CBA打球 不过后来雄鹿因为布鲁克·洛佩斯重伤休养 奥杰莱也无法出战 从而牵下了考新斯 经历了跟腱和膝盖大伤的考新斯 已经无法恢复巅峰时期的表现 但是他当一位轮换球员还是可以胜任的 上赛季考新斯曾效力火箭和快船 场均得到8.9分6.4篮板 考新斯这个赛季在雄鹿场均打16.9分钟 他的数据如果换算成每36分钟 那么将是19.3分12.3篮板 考新斯打过5场首发 那段时间他场均得到14.0分8.4篮板 在得分和冲抢篮板方面 考新斯还是能做出贡献 绝经引进考新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约基奇的压力 毕竟约基奇这段时间打得比较累 绝经穆雷依然无法复出和小麦克尔波特倒下 约基奇的压力很大 考新斯加盟可以在一些时候顶一顶 给约基奇更多的休息时间